你们为什么威卖动员强行使用暴力 如果你们想抓陈毅 那就先从我中文来的身上踏过去 那是一个动荡的年代 各位老总都先后被罢免 一贯讲真话的陈毅元帅 也受到了冲击 只剩下周总理还能勉强工作苦撑危局 陈老总被要求参加批斗大会 他深正不怕影子鞋 自然勇敢地出去了会议 在大会上他亢相有力地发表了演讲 17年你外交路不先 是老不息指定的 是当中央指定的 我给外交上的姐姐胜利 是周总理正确实施外交正式的结果 这不能说是修正主义吗 然而陈老总如此情真意气的肺腑之言 却始终没能让台下那群麻木不仁的人满意 外面的人一窝蜂地冲进来 试图想要对陈老总出手 周总理立刻察觉到了不对劲 于是挺身而出 极力保护陈老总 他当场怒施这些别有用心的人 今天的大会中央是手信用的 叫陈宇同志到这里来做检查 可是你们中间有些人是违背了诺言 破坏了大会的进行 现在我宣布大会立即停止 上会 说完周总理就从容不迫地转身离开 即便冒着生命危险 也要亲自护送陈老总回家 虽然所到之处都是嘈杂的叫喊声 但那些人始终不敢轻举妄动 毕竟周总理的社会声望很高 工作能力也无可替代 何况他身边还有两道人强保护 就这样陈老总在周总理的护送下安全离开 其实周总理之所以答应让陈老总当众潜讨 是希望他能尽快恢复工作 避免那些人再死缠烂打 这样一来也能起到带头作用 其他部长也可以早点摆脱困境 让政府部门正常运转起来 不过陈老总素来都以心直口快著称 无论处于顺境还是逆境 都始终坚持讲真话 一边是刚正不讹 一边是不可理喻 周总理夹在中间 也是两头为难 听完陈老总的话 周总理便不再作声 要知道 周总理此时已经病重缠身 每天只能靠药物减轻痛苦 他强撑着瘦弱的身体 不仅要处理国家的大小事宜 还要想办法保护党内外干部 纵然他有三头六臂也难以支撑 看到周总理心里焦脆的样子 陈老总也倍感心疼 他突然觉得和总理相比 自己受的这点委屈根本不算什么 于是当即同意了周总理的安排 周总理清楚陈老总的性格 知道他能够迈出这一步 也是为了顾全大局 他心里也是由衷的高兴 随后陈老总起身离开 临走时他眼含泪水 再三叮嘱周总理 要注意身体 因为这不光是为了个人 也是为了国家和人民 正是有了像周总理陈老总这样的 老一辈革命家和正义的人民 新中国才能渡过难关 走向心生 让我们一起向前辈们致敬 故事还没结束 请不要走开 下段更精彩 那是一个混乱的年代 满街都是举气高呼的造反派 他们大肆宣扬着打倒贺龙 周总理在车里看到这一幕 心里很不是滋味 为了保护贺龙元帅 总理将自己的西花厅 腾出一间房 秘密将贺老总接了过来 在这里贺老总度过了 一段安宁的日子 可惜好景不长 消息还是被外面的人知道了 请起之下 周总理只好让贺老总再次转移 前往西郊的橡笔子沟居住 并安排了一支警卫队 时刻保护他们的安全 地址我亲自去看过了 有什么情况 即使告诉 最好今天晚上就走 贺老总容马一生 并不惧怕那些造反派 但为了保护家人 不给周总理徒增烦恼 他想都没想就同意了安排 临别之际 贺老总也不忘嘱咐总理 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或许是早有预感 贺老总突然伤心地说道 总理 我们恐怕见不到了 秋天 我去接你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 贺老总竟一语成谈 周总理到最后 也没能履行当初的这个约定 后来总理得知 贺老总的去世 内心悲痛至极 此时的他 因为生病浮肿 连原先的皮鞋都穿不上了 可他仍然不顾医疗人员的劝阻 拖着病体参加葬礼 一路上 周总理一眼不发 他默默回想起当初许下的承诺 心中感到无比的自责 对于总理来说 没能及时挽救贺老总 是他一生的遗憾 后来周总理在登大街的陪伴下 急匆匆地走向大厅 贺老总的妻子听到 总理的呼唤 立刻起之凝结 刚一见到周总理 他就忍不住痛哭起来 总理知道薛明满腹委屈 他也透骨酸心 泪流满面 贺老总一家人看到总理如此伤心 担心他病情加重 于是劝说他保重身体 不要自责 因为在他们看来 总理为他们做的已经很多了 只是没有想到周总理的回应 竟让在场的众人哭声一片 随后周总理在众人的缠辅下 来到灵堂为贺老总祭奠 这位七十多岁高龄的老人 泪眼婆娑 耿耳到无法说话 他默默地鞠躬七次 以表达自己对四十年战友 深深的哀悼之情 贺老总一生赤胆忠诚 为中国的革命事业 做出了不久的贡献 虽然私人已逝 但周总理与贺龙元帅两位革命前辈的友情 以及他们为国家和人民所做的一切 都将永远留在人们心中 故事还没结束 请不要走开 下段更精彩 现在又人基于相当国家之息 要分裂大 分裂国家 急于夺权啊 那是一个动荡的年代 毛主席无意间发现了101的阴谋 为了敲山正湖 为人亲子难寻 找各地的干部们谈话 一方面叮嘱大家要团结一致 不要做出对国家不利的事情 一方面也是在警告那些心怀鬼胎的人 悬崖勒马 迷途知返 我就不相信 我们的军队会造反 我就不相信你黄永生 能指挥解放军造反 101得知毛主席南巡谈话的内容之后 陷入极大恐慌之中 他清楚事情已经败露 于是狗急跳墙 加速了自己的动作 想在为人的专列使过杭州时 让他的几大金刚 无声无息的枪车炸毁 只是还没等他实施 毛主席就敏锐地察觉出了不对劲 为回来杭州 他们都不打关心我的睡觉和吃饭 也从来不问我即时走 到那里去 可是这一次 怎么问得那样自息呢 毛主席知道 这其中肯定有毛腻 于是立即做出了一个决定 提前进入行程 秘密乘坐专列回去 101得如意算盘落空后 他自知事情已经无可挽回 慌乱之下赶紧让下属 以检修为由将 256号三叉戟飞机 调回山海关 以便能够随时逃跑 不过飞机调动的消息 很快就被周总理得知 他当即下令 任何人不能触碰飞机 让警卫团密切注意 有任何情况随时汇报 谁知命令刚下达没多久 101就按捺不住了 他让叶群打电话给总理 借口要出去透透气 希望周总理能够为他们 安排一下飞机 可惜叶群欲盖米张 又不能自圆其说 被聪明的周总理一眼看穿 晚上飞行不太安全吧 我看这样吧 关于掉飞机的事 我和我发现同志商量一下 看看天地情况再讲好吗 通话结束后 周总理的大脑飞速旋转 对方明明已经掉了一架飞机 在山海关 却撒谎说没掉 于是怀疑101那边有问题 很有可能要长期逃走 周总理立即采取紧急措施 并叫上了德升同志 你立刻到空军去 其实我历史指挥 要记住 千万不要离开作战事 明白 果不其然 101一家人 趁着一夜深人静 冲入机场 仓皇逃出 惊慌失所间 甚至还拿枪直指 阻止他们的警卫 在没有一行灯 和通讯保障的情况下 强行起飞 周总理文群后 十分担心 他立刻致电调动式 我代表毛主席 和中央警卫命令 一 立即关闭全国机场 没有命令 不许任何飞机起飞 二 开动全部雷达 监视天空 随时报告 256号飞机的情况 和一切可疑目标 此时 周总理的心情很复杂 他在房间里来回踱步 他回想着过去的种种 想到这个共识 十多年的老战友 竟然会走到这一步 内心深感悲痛 后来他告诉空军 用无线电联系101 将他们劝反 并表示自己会 亲自去机场接他们 然而256号飞机 始终没有回应 甚至直奔贬解线 周总理只好将此事 汇报给了毛主席 天要下狱 娘要加银 由他去吧 197年的9月13日下午 一封电报禁忌 获在周总理手中 原来101所乘坐的飞机 在蒙古坠毁 得知消息的总理 男人悲伤之情 当场泪流满面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 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